都弄錯了 因為我以前看他們在情商的時候 我就很羨慕 對 因為我看他們情商 羨慕 對 因為我看到他情商 我想說天啊 銷售 天啊 真的 妳在減肥喔 我以前真的就是很傻 他就說好好喔 好好喔 情商 為什麼可以哭 怎麼這麼好 對 好好喔 然後他就動不動動 寒內 我想說天啊 劉雪花 然後我就很羨慕 然後你知道有一陣子 我就去亂拜 我就說我好希望情商 我也想要狠狠被傷害 就不管如何 只要交到被傷害 你也甘願就對了 他就寧願要有男朋友 所以聽說妳有一張地圖 就是妳拜到就是 都會做記號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我先從北開始好了 這個就是我個人 蠻推薦的這個淡水月老廟 它是很久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電視有一個大嬌小嬌 然後那個納豆跟Ken 還有模仿過這個角色 然後那個小嬌老師本人 開的在這個淡水那邊 然後他也是在幫人家的 就是他也是水洗的 然後那個月老廟很特別 我是去那個月老廟 還知道說原來 紅線有在分好線跟壞線 因為紅線它就 妳有求紅線嗎 我有求 除了這條之外 我包包裡面 一定都會放一條紅線 就是到處亂求的 我也是那時候才知道 對 就像這種紅線 例如說有時候 我們去一些地方會求 這什麼 我跟你講 就是那時候 就是這樣 或者是老師這樣幫我解禮的 看有沒有禮對不對 有沒有字對不對 對 因為那個老師就是 把這個尺拿出來 然後妳幫我拉一下 尺有那個 對 然後它上面有字 然後他就說 對 他說說像 他說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廟 他們就是為了省時 所以他們就會隨便撿 隨便撿 然後他的那個線就沒有對到 像妳這一招 妳看妳對到結彩 妳會被結彩 不會被結色 真的 不是假的 他這裡對照的就是結彩 這邊 他們一個人都有一條 真的 因為妳們有多 你看 所以就結彩 然後那個老師說 其實基本上 真正的好的廟宇 他們是會很用心去把 這個紅線 例如是放在富貴 或者是譬如說大吉這邊的 我懂了 如果說比較用心一點的那個廟 它每一條線對廟 都會紅對就對了 對 現在廟可能太紅了 或太多人 亂撿 對 就是一把一把的撿 對 這跟看風水一樣 對 我也是那個時候才知道的 那來 現在看海芬的 妳在關這裡 妳的是好的 關是什麼 妳的是敬意 這是好的 紅色 然後富貴這裡 對 妳的就是真的 妳的關的話 是不是都只有對工作是好的 可是妳的 圓圓桃花妳的工作人 對啊 妳是會有官司 會有 不是嗎 我們有很棒的律師 妳的紅色 對 所以妳這個是很好的 妳的紅色就是好的 對 天地 紅色也很好 所以妳這樣可以講 妳在哪裡求的嗎 妳這是好的 這個在台南 台南 好耶 那豔佩 豔佩的 這是什麼池 這是平常在裡面 對啊 這個池 那池在哪裡買啊 這個池 這個建材行就有在賣 這個是不是那個 對 專門風水的地方才有 對 其實沒有一般建材行 妳橫材耶 橫材 對啊 會大賺錢的感覺 妳這邊啊 妳這邊紅色 這邊 對 然後另外這個金山月老廟 是有一間比較特別 然後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覺得它很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的月老拜完之後 是要擦它 月老他們在廟裡面是 貢粉的 就是白色的混 就是這樣 對 胭脂粉 然後妳拜完之後 妳就去沾那個月老的粉 模擬妳的 然後去照那個月老 它那裡有一面鏡子 照完 就是很像是妳整個重生 然後會變漂亮 真的喔 妳看金妹姊的表情 金妹燕絲粉 它的台語就叫 對 燕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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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懂喔 好有道 對 那桃園祭公廟這個 我也有帶它去 那這個很酷 就之前有台 有一個模特兒 就是也有被發現說 他有帶一個桃花枝 然後這個祭公師傅 他是會幫妳接桃花 他用每個人 就是妳準備桃花枝 然後他會幫妳接妳這個人 這輩子會有幾個證員 大概有三個 然後妳會找出 妳最適合的那一個 然後就把桃花枝 妳會放在妳的枕頭這邊 晚上睡覺 他晚上師傅都會幫妳 牽妳的紅線 不會有那種小蚊蟲嗎 真的 有嗎 如果長蟲或發霉 就表示說 妳可能遇到不對的人 爛桃花 對 爛桃花 妳有去 妳有去吃一粒一百塊的肉丸嗎 他現在漲價了 但他裡面有 不是看好了嗎 不要求他 我們去求他 好嗎 好啦... 不是很煩耶 這家彰化的咖啡廳 這個是在彰化縣 它很特別 因為他是那個老闆 他是咖啡廳的老闆 然後是他有一天做夢 然後他就有那個神明 就托夢給他說 他需要來完成這個使命 他就拜了月老 然後他是自己開咖啡廳 然後供奉那個月老 同時讓人家拜月老 也讓人家拜求子 對 然後他也可以幫人家解 然後那裡也有 讓人家求紅線 然後他的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做成水管咖啡 就是小叮噹祭庵 裡面祭庵他們都會在那邊 集合活動的水管有沒有 他就做成水管餐廳 對 然後還有兩個 就是一個藍色一個紅色 你拜完月老之後 你還可以順便在那邊 讓自己去求小孩 然後可以感應知道說 你會生男的還女的生幾個 因為你就進去躺著 然後躺著你就躺一下 躺在水管裡面嗎 那個水管它佈置成床的 一個人躺啊 你一個人躺啊 他跟店長躺 不是這裡面就是要 不是這裡面傳宗接代的意思 是去裡面感應 就是神明會告訴你說 你會不會有小孩 對 然後台南有 但你有沒有感應到小孩 有 我那個時候就躺 然後我就覺得有聲音 然後他就跟我說 真的假的 對 我覺得我以後 會生一個兒子 我以後會不會 沒有 我覺得你比較男性化 就是你比較 他以為我是男性化 對 不是 他不是店長叫你說 男性化你躺錯 你怎麼會躺著粉紅色的水管 他叫你去躺藍色的水管 好 不想跟你們聊天 台南月老廟 他 台南月老廟 有很多很有名 我是台南人 對 是不是在天后宮那邊 路爾門那邊 對 我就是去搬那一間 然後他的那個 月老廟沒有我求到的時候 他是跟我講說 叫我把那個紅線 晚上睡覺是壓在枕頭下面 然後他就是你就是 枕頭下面壓好多東西 還有樹枝對不對 對 所以為什麼古代人枕頭很高 他裡面放很多 還有錢 對 對 可是我覺得他滿厲害 因為他一開始 剛好我去求他 他現在還有新櫃派 壓新櫃派 壓新櫃 應該真的會長醜 對 會壞掉 還有壓睡前 好啦 就是那個 那個月老 他很特別 就是他會幫我 他會先幫我解 他會先幫你解說 為什麼你的感情沒有來 他會告訴你問題在哪裡 然後問完 他再讓你去求一個新的 然後新的完之後 他就叫我回家 躺在枕頭下睡覺 然後你就一直去想 你想要的對象的樣子 然後他就會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去泰國 泰國的 因為隆坡本廟很有名 但很多人都覺得說 隆坡本廟厲害的是 他的咬錢虎是求財的 可是 因為隆坡本廟的住持 我個人覺得他 因為他很像一個爺爺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親切 然後我覺得住持的法力很高深 所以我只要去隆坡本廟 我就會請住持幫我 就是加強愛情的部分